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巴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非常神奇的购买推荐 这是我临时写的,刚刚发布会刚刚结束 我们很少有这种情势 第一次这样子,我用纸笔写了 因为今天刚好礼拜五 不要在于这些细节 我们直接开始迎合E8的购买推荐 其实我最推荐的版本是E8的550 Pro 跟E8的550 Max 然后他们价格是17万5800跟18万5800 我的朋友是花了1000块钱 有预先的盲定 是可以减1000减6000 1000抵6000 所以是减5000的 然后还有一个2000抵8000 也就是便宜的6000块 所以像我朋友直接如果买的话 是16万4800 就是他的价格 然后如果是买Max版本是17万4800 这两个版本我可以直接说 如果是满分10分 Max版本我是能给到8分 盖版我是能给他9分 很多人会有疑问 跟我之前的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配置的时候 我认为550 Pro其实是不值得购买的 Max版本明显更像 因为他 先看吧 6000块选装基金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然后置换补贴有8000 然后现在政策是送充电装 送遮阳帘 送脚垫 脚垫他们说是豪华向的 具体要看实际的 我觉得东西还是比较好的 包括他的首任也是终身质保 出三店以外 整个车身是8年15万 应该是我具体不记得了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比较 比较棒的 就没有厂家来说 就是5年的不限速的 不限量的流量费 这个我是很认可的 因为不限量就很爽 不好意思 自己的很差 不要再来细节 风声基础流量是 全部都是免费送的 然后有8万块钱的 247的灵溪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 那你如果是买16万车 你其实只要付8万4800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里写的是Max版本 跟Pro版本的差异 加速是5.9秒 我觉得已经很够了 我觉得这家动力 完全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完全够用的 然后全系是标配8295 那个浩瀚平台也是全系标配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浩瀚平台的动态 很多人会介意迈福迅 或跟双叉币 其实对于 其实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我非常认真说这句话 因为我是浩瀚平台车主 双叉币 我也是09年 我的车已经双叉币的车了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18的麦福迅跟007的双叉币 那一定双叉币更好 动态也好 包括极限也好 但觉得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麦福迅也够用了 真的够用了 你不会 你这个弯是80马过 还是85马过 或者说90马过 或者说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这个弯可能都是60马过 包括你也不会去下赛道 当然你如果是喜欢极限的话 我觉得007确实各方面更没有缺点 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动态方面 18是完全够的 然后它主要是Pro跟Max之间区别是什么 差一万块钱 区别一个是L2 然后有一个前雷达 然后自动远近光 然后前排一个无线充 包括座椅有加热通风 座椅记忆 这些都是有的 然后是燕飞力士的音响 原来是盖版Pro是8个喇叭的 然后你换了Max版本 是有12喇叭的燕飞力士 这一套应该是跟L7 大概率是同一套的 L7那套我们评价是蛮高的 然后有环境光的氛围灯 都都是有的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是远超过一万块钱的 如果我自己 如果没有后面的选装政策 我觉得这个版本 其实性价比非常高 Max版本 我直接是给了8分 其实这个8分 我就可以给8.5吧 8.5 我都觉得 为什么Max版本 我很推荐的 是因为它基本上 能你该有的都有了 那为什么Pro版本 我们还会给9分呢 是因为Pro版本 其实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它有一个6000块钱选装基金 它这6000块钱的选装基金 真的非常的值 它Pro版本的选装 是包括L2的 L2跟热泵空调 这些都是L 它的6000块钱的选装基金 全部包括的 所以你反过来看 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L2 我认为Max跟Pro版本 最大差异就是这个L2 它现在L2是免费送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如果说你仅仅是日常用的话 我是认为现在车都自动远近光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忍的 都可以忍的 除了一个加热通风 我觉得可能南方地区通风重要一点 北方地区加热重要一点 我甚至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都可以忍的 因为燕飞力是影响好 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可能8个喇叭也够用了 我还觉得那句话 如果说你觉得 职业配是你都用得上的 那我觉得你选Max版本 也是很值得 8.5也是很香的 如果说你绝对都不要 那我觉得低配的Pro版本 九分我也觉得很香 然后如果说你买Max不是 你也有6000块钱 6000块钱包含什么 第一个是颜色 银色灰色白色红色都是免费的 这个颜色外观也是个都免费 然后黄跟粉要各加3000块钱 这个我觉得倒是个人个爱 你如果喜欢黄色喜欢粉色 我觉得选3000块钱也无所谓 因为也是预算范围之内 我觉得还可以不贵 然后灰色跟白色的内饰 也是可以选择 好像低配只能选灰色 只能选白色我就忘记了 但是Max版本 你有两种颜色可以选 然后你如果是买Max版本 也有6000块钱免费选装 它是换成了19寸的轮沽 因为低配版本是R18的 它现在换成了19寸的 然后包括AR HUD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个3000块钱还蛮值的 所以Max版本这两个选装 我也觉得如果说你是要HUD的 你是要直接配纸的 Max版本也是很香的 所以这两个版本 我都能给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8.5到9分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加13000 你获得一个什么呢 获得一个是665的新建版本 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 除非你对续航有特殊的要求 其实它加13000只多了 115公里的续航 我认为115公里的续航 其实没有那么强 5550我觉得也够了 我真的觉得是够用了 日常家用绝大部分人都够用了 然后它的快充是120 虽然不是800V的 但是它有120千瓦的快充 其实120千瓦的快充 已经是现在你在路上的装里面 都是能跑满的了 路上大部分都是120瓦千瓦的装 也很快了 很快了 然后你选了这个以后 你多了个电尾门 多了一个固特一的轮沽 然后加一个流水的尾灯 然后AHUD 这个也是本来你DMAX版本 D配里也是有选装的 新建版本的选装 我具体忘记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 高配的几个选装 都不是特别的按照我们的理论 它不是特别的刚需 你知道吗 就不是特别的刚需 所以我认为买D配的几个版本 Pro版 Max版本 其实是很像的 特别是你如果之前 有一千块钱的选装基金来说 我觉得特别像 这是我对于银河一巴的 简单的这些的配置的分享 希望我如果说你自己先就想买的 希望我的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你 OK 我是星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